婆婆媽媽在市場挑選雞蛋 但是蛋商可消不出來 因為上游蛋價不斷上漲 利潤越來越薄 雞蛋產業團體五號下午在群組公布 雞蛋產地價將從 每台金四十點五元上到四十三點五元 批發價從每台金五十元上到五十三元 但不到兩個小時 消息立刻更正 蛋農氣炸了 養殖協會指控大家講好要調賬三塊錢 就是農委會在阻擋 飼料原本就應該要降價 但是農委會卻表示 飼料會調價每公斤零點五元 但是不能漲蛋價 養殖協會表示 因為天冷減產 現在一天只生產十萬多箱而已 一日少大約四百五十萬顆蛋 另外估計大約有一百四十萬隻雞 正在換雨 市場缺蛋嚴重 官方對產量已少報多 蛋品行銷發展協會 理事長高傳摩更提到 蛋真的很缺 今年春節原本一箱大約九百五十元 要加價到超過千元才掉得到 去年甚至加價也掉不到蛋 蛋農跟蛋商之間 雙方都有共同的認定一個 機制底下的運作方式 透過養殖協會 召開雙方來決定 合適的價格 蛋農希望農委會端出市場機制 也該提出方案補償成本損失 不要以平穩淡價作為 打壓蛋農的藉口 記者周天杰王一仲 台北報導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